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这个角色只要达到60级以上就可以出现这个前往凉爽祝福庭园的活动 你只要进去到这个祝福庭园就可以获得1000颗的这个冰球 画面上这边有写1000颗的这个冰球 那在这个活动地图里面 你一定要记得就是用冰球来打这个怪 那后面我们会再用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详细的讲 怎么样打是最快最有效益 而且是充等超级超级快的一张地图 好那这个地图呢 他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哦 他进入地图之后 他说打怪可以获得经验 经验大家都知道 但是还有这个重点哦 金币金币才是重点 因为这张地图他是会掉金币 那每只怪物的金币的话 大概是两三百两三百左右 可是不是每一只都绝对会掉 那基本上掉落的这个支数还算多 好那一边打一边赚其实蛮爽的 然后再来哦 如果你把一千颗 这个冰球都砸光之后 你可以再去找这个活动的NPC去买 好那他的话 每天可以买十组 一组这边有写 一组的水球是一千个 然后每一组售价是三万块 所以你想要砸到爽的话呢 就去去买这个 找NPC买水球 那每一天的话 可以买十组嘛 所以你就是可以拿总共十一组 一万一千颗去这样丢 然后再来其他的这个 你也可以去用这个 金币啊 去购买这个 龙之珍珠 或者是战斗 强化卷轴 等等的 好 然后再来的话 下面就是一些活动道具的说明 那相信这个大家早就知道 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再来第二个是 潘朵拉的珍贵补给箱 那这个是针对于有课金的玩家来想 如果你缺Snap戒指或是 伦提斯耳环 你想要补的话呢 然后你偶尔在儲存 除这个蓝钻的话呢 这个商品 它是给你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 这个商品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价格 总共有两包嘛 那潘朵拉的珍贵补给箱 这个是Snap戒指还有下面这个 伦提斯耳环 这两个 都是用台币售价的 那一个的话就是 890 Android也是890 iOS970 两包一样 然后你购买之后可以获得一个 第一个是蓝钻1200 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已经价值 大家可以去比一下现在台服上面卖的这个价钱 差不多是这样啦 然后 后面的话还有再给你一个 潘朵拉的珍贵补给箱 戒指 然后这个戒指箱 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 打开之后 可以获得总共10个 好 第一个是 Snap的兑换书8张 这个是加0的你可以做那个箱子 然后再给你加2的这个Snap制作书2张 所以这边加起来的话总共有10个 然后下面这边的话呢 轮提斯耳环就比较多了 除了给你8张兑换书之外 再给你2加2的这个轮提斯耳环制作书4张 好 所以上面这个是给10张 下面这个是给12张 那价钱是一样的 耳环跟戒指的价钱是一样的 好那这个的话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嘛 他除了蓝钻之外 是给你10颗的这个耳环 或者是4品 反正4品就对了 好那这个的话 如果你想要充耳环 那你就趁现在 因为这个价钱 不仅蓝钻 你还有拿到这个耳环 一定是物超所值啊 如果你有在课的话 那如果你没在课的话呢 跳过跳过跳过 直接跳过 来讲这个第三个奇岩工程的模拟战 那这个奇岩工程模拟战 其实就是为了接下来的 这个世界工程战 而做的一个准备 好那简单来讲 他就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 跨幅的工程战 所以呢 这一个活动 他是属于跨幅的 好他要显得很清楚 活动里面有说 此活动为跨幅的工程战 所以这里面呢 他一定会有这个组别的区分 第一组是哪一些伺服器 这个就跟目前的这个迪比斯沙莫啊 或者是拉洞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好然后再来 他这个活动是这样啊 每天晚上的9点5分 好会在奇岩雅丁欧瑞海英 这四个村庄出现一个传送点 然后你只要等级超过30以上的玩家 都可以去参加这个奇岩工程的模拟战 那活动的时间总共是20分钟 那在里面啊 工程战大家知道 工程战打到最后就是去打这个 奇岩城里面的这个守护塔 那他会掉落皇冠嘛 好那这一个工程模拟战里面的皇冠 是所有角色所有人 不限王族 不限职业 通通都可以剪 好那剪到这个王冠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换取一个道具 我们后面会讲 好那这个工程战所有地图 除了一开始准备的地方之外 其他的整个都是这个PVP的区域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战斗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他的王冠啊 如果你剪大的话 剪大的话你可以把它装备起来 所有直接都可以穿 那防御减实所有能力加2 昏迷抗性加5扒 这个非常强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冠有什么用途 那他是当天工程结束的时候 如果捡到这个王冠 那如果你是选盟成员的话 你的这个王冠 会归属到你自己的盟主身上 那你自己不会有任何效果 但是如果你抢到的这个王冠 你是没有选盟的话呢 那这个王冠就属于你自己的啦 好然后这个王冠呢 他可以去兑换这个奇岩城的印记 下面我们看到这一个 好那这边有写哦 他不是当天发放哦 奇岩城的印记于模拟战结束之后的隔天中午前 好才会发放给你一个印记 那一个角色 活动期间最多可以获得7个 反正就7天嘛 所以但是你要获得7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很难很难 除非你们的联盟超级强 你们的盟啊超级强 每个礼拜都有减到 每天都减到这样子哦 然后奇岩城的印记也可以拿来制作东西哦 好然后再来很重要的是 发送印记当下 如果假设有移民动作的话 就是无法获得奇岩城的印记 好然后印记也不会补发给你哦 就是你自愿放弃就对了 好然后来 他这个印记啊 来剪刀的时候他会写哦 好这个是刚才想上面讲的那些哦 然后他可以制作哪些东西呢 呃可以制作这个英雄制作秘籍 红娃 或者是传说制作秘籍 好这个只要一张就可以制作了啦 好一张就可以制作了 然后 这边有三张 就可以做红娃 那你有五张的话呢 可以做纸布 传说制作秘籍 而且不是刻印的哦 这个也不是刻印的哦 那如果你有七张的话呢 直接给你一张神秘卡 好然后 你可以获得 他开起来之后 他可以获得神秘变身卡 英雄乘以二 好神秘魔法娃娃卡的英雄乘以二 所以呢这个简单讲就是 他保底有红变 红娃 好然后 再来 保底红变红娃之外啦 好他这个有机会是上纸变的哦 这个都是有机会上纸变 好大家注意一下 七天 不是更正哦七个 好你要拿到七个 连续七天都拿到的话才有 好那我来讲一下这个工程站怎么玩 这个工程站很简单 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全部人都卡在这个地方 他画面 框框框框 框起来的地方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NPC啊 这个大家再去公网上面看 有一些 譬如说恢复女神啊 杂货店 仓库 传送师 传回旗天城的 然后你还可以直接传送到这个 左门或者是中央门 让你去体验一下 反正一开始之后 你可以用跑的 跑到这个旗天城的正门 或者是左门 都可以 但基本上建议你还是用冲的 用那个瞬移的 比较快 好那这边的话到时候会有一堆人 所以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活动前 要注意一下NPC在哪里 然后活动开始之后呢 你就要去抢了一些怪嘛 然后一开始之后 你会 他这个门口这边啊 会占一大堆的这个红骑士团 左边右 左边跟正门都会有 好然后在这边的话 他会有这个奇岩亲卫兵 来攻击玩家 好然后最后 进去里面之后 他还有一些所谓的工程兵器 工程兵器就是 日后会有一个所谓的工程兵器啊 那他会放一些这个魔法来 范围攻击玩家 或者是禁言 好然后 这边有讲到 可恩法王 赛尼斯 魔法师哈丁 还有林德拜 都可能在这个 战场上出现来支援 把这帮你 帮这些NPC来守城啊 好那边也可以看一下 工程兵器 防御城堡出现的区域 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就是这些区域 他会 不断持续的出现一些 魔法buff 或者是攻击魔法 然后 这个 boss啊 可恩法王等等的这些NPC 会出现在城的中间 就是在这个 守护塔的附近 好然后外围 这些人 会出现奇岩的轻卫兵 那打这个轻卫兵哦 打轻卫兵 你只要摸到一下 你都会拿到印记 但是你必须要在画面以内 这个很重要 这个印记也很重要 除了刚刚上面讲的这个外 还有这个印记也是很重要的 来我们看一下 好外面就是这个 奇岩层轻卫兵 好这个要注意一下 只有这个轻卫兵 会掉入这个印记哦 如果你打红七师团 四妹有的哦 好记得一下 好拿这个穿这个衣服 然后拿这个一剑啊 或者是拿两把剑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配 这个印记哦 你可以拿这边有一个 呃任务哦 收集奇岩轻卫兵三个 然后奖励是给你五个 好就是一直给你就对了 然后你给完 这些东西之后 你可以拿来换东西 那如果你收集到一千个的话 一千个 这个有点困难 好一千个的话 你就可以去换这个 西有魔法娃娃翔 那你也可以去换这些 这个消耗品啊 这个消耗品的分 反正就是你在里面打的越多 就有机会拿到越多 那这个的话就是工程模拟战 其实它没有一个 它没有这个所谓的美感 有应该这样讲 如果你要抢成的话 基本上你还是必须要冲进去 冲到最里面 然后这整块区域啊 就是大家会互相打架的地方 所以你很容易死掉 那死掉之后呢 你会回到 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 准备区 然后再透过NPC 或者是用跑的方式过去 都可以 好那在这个地方 打完之后 基本上 王冠被剪到之后 这场工程战 就算是结束了 那结束之后 大家就可以离开了 就不用在这边瞎晃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 这个工程战的 这个简单的介绍 好 好那 这个礼拜的活动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小编的这个影片 留言给我 让我知道 那我在实况 或者是一些 这个影片里面 会在一一的来回复大家 这些问题 好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编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